我的事务所 主持 刘远芬 好了 今天来到这半小时 就和这位免疫学的博士 就是顾小埔一起聊聊天 博士 你好 大家好 博士 今天我们开个主题出来 连续几集讲苹果好不好 好啊 OK 我想问博士 你未知道苹果的好处之前 喜不喜欢吃苹果的 小时候的时间 我不喜欢吃的 因为我不喜欢吃很硬的苹果 很多时候我的牙又不是那么好 经常都吃到出血 那你应该去看看牙医 博士 有没有啊 你有没有去看看牙医 我下半小时就是牙医在这里 应该等它来到为止 当然 其实博士 老实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苹果 因为一年好几集 我们从小到大都说了一句话 就是一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我就觉得它骗我们吃生果 但是一年几集你就会说 喂不是啊 苹果真的有很多好处的 又可以改善记忆 又可以处理这个 不要说处理了 又可以有助这个思觉失调 有患者的康复 或者有其他的好处 我说有没有那么坚 虽然我经常都听 听你说吃苹果好 但是我就说了 你那些苹果有时都是提取了 最好处理的地方 就不用整天都一定是吃一个的 但是如果我们平日生活可以吃一个 或者两个 是不是都可以能够解决得到 你现在要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不要说治疗 因为这个触犯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就是健康食病不好的治疗 但是我们可以说防止 或者改善 改善 不如我想问一下 你刚刚刚说 你说对于你平日生活里面 吃苹果都少 但是我们经常都说苹果很好 是不是真的骗我们 令到我们想吃生果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苹果医生远离我 这个是口好 因为我是坚的 苹果可以改善记忆 先讲什么叫记忆先 他说现在有个男士 或者女士 他是很懂得行山的 他现在突然之间想 走一条新的路出来 他就一个人去走 走到一个三叉路后 他到底走左还是右呢 于是他就在一个粉笔 在三叉路后那棵树 就画了个记号 指着左还是右 之后这个记号 就方便他可以肯定之后 应该怎么走 还有我们读书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些叫做 highlighter 双头笔 就在一些特别的字里面 就画一画它 或者用一些银车 银银银银银银 由这个字 我们就可以记得起 整段文章 这个就是我们读 我们小学的时候 要学一些中文字 都是每一个字 要写十次的 都要在那里 狠狠地去记的 那我们在神经系统 如何处理这个记忆呢 就是当神经细胞A 送一个信息 去神经细胞B 那它的信息 就是经过神经细胞A 的一条触搜 在触搜下去 进头就放一些 神经传毒物 就被神经细胞B 的一个触搜 就接收了 于是就这样 就传一些信息出去 但是那些神经传毒物 会不会飞走了呢 飞走了就没办法 接收得到的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一种情况 叫做专注力不足 就是你明明看到一篇文章 各个字都懂的 但是你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些家长就说 喂 要努力 原来就是这样 譬如说我现在跟你在谈谈 我要很清楚 有些东西要传给你 譬如找个指筒 一边就有个口 一边就是你的耳朵 那些声音就一定进入耳朵 但是如果没有个指筒 可能会散开 声音会散开 所以原来有些这样的指筒 叫做突触 有个结构叫做突触 就包住了那些神经传毒物 令你可以肯定地 由A送到B 那么突触就可以 帮助个人记得一些东西 就好像用脂粉笔 树道画个记号 或者间斜 一个字下面 一个字下面 间一条线 那么一个苹果 苹果里面的苹果果胶 是一种很难消化的 就是普通的小材 消化不了它 即使我吃了苹果 它都未必能够拿得到它 是的 那些苹果果胶 就去到大腸了 那大腸里面那些细菌 就有各种方法消化的 就将苹果果胶 就消化成为中物质 叫做丁酸盐 因为丁酸盐就很重要 因为它令到我们可以 脑可以 制造中物质 叫做脑衍生 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那它就可以做到 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那它就可以做到脑衍生 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你就可以记得到一些东西 主要是因为落到大肠 它分解了丁酸盐出来 而这个丁酸盐 原来就是可以帮我们做到 DDN 就是老的生生营养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突触 就是好像一个子筒 我想问问你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个苹果 刚刚我问你那条问题 是不是都是真的 肩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够不够的 就是好像你吃维他命C 那你吃了一铁铲 当然都有维他命C 你吃半只铲又多些维他命C 通常我们不是绝对缺乏维他命C 所以你补充一下会好一些 它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么多 才产生的作用 还有我想问一下博士 以前很多人都说我很好记性的 什么我都记得的 别说那些什么专注力不足 有很多人都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真的很好记性的 但慢慢慢慢的记性就差了 那我们都说一样东西的嘛 如果你记得你不记得的东西呢 你真的记性差了 你记得的 但是你不记得霸装在哪里呢 那这个就是你不是因为有老人的脑退化的问题 因为脑退化可能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记得 是不是 你现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 我真的不记得 那我想问一下你呢 这个是不是和我们身体缺少了某种物质有关的 这种状态 那我们身体呢 有时会退化的 那退化呢 很多时候是养油尼基令到一些功能退化 那所以我们经常说抗氧化很容易 那所以很多东西都会慢慢退化 慢慢退化 但你要退化之后呢 你要做它出来 那就可以了 它没有的 它没有了 它本来会有很多的 但是刚才那个BDNF 它本来有很多的 但很可惜它慢慢因为退化关系 它没有那么多了 做得太少了 是的 这事件就是做回来 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苹果这种食物呢 就希望它能够做多一点 是不是 是啊 嗯 那我想问一下 譬如说 当然啦 我们这个拿来咬而已 没有限于你是什么地方的苹果 是不是 任何苹果都有你所谓的这个苹果果胶 制造丁酸 但是可以消化了之后 成为了丁酸盐 是 那丁酸盐呢 就是大肠那些细菌的食物来的 嗯 所以大肠那些细菌一见到那些果胶 就扑上去想分解它变成食物 嗯 那但是 如果你想早点有这个苹果果胶呢 这个丁酸盐呢 你可以将那些苹果果胶那些粉啊 那些东西呢 就拌在一杯乳果里面 嗯 那乳果里面有活的细菌 是 那你基本上这个活的细菌 在体外已经开始和你消化了 变成丁酸盐了 哦 就是让那些苹果先吃一下 等它们先吃一下 是 接着我就遮住它 是的 它就在我的腸壁那里 就是你都没去到 你去到十二之长都已经有这个丁酸盐了 就是等到大肠那里 嗯 好 待会回去再补充一下 嗯 我的事务所 主持 刘远芬 好了 刚才和顾小培博士 讲开记忆 博士 我想问一下你 我们有讲一下一些家常的东西 譬如你觉得呢 记忆是不是真的会差一点的 我有时都会觉得自己 可能是没有以前那么记得 譬如你有没有试过呢 糟了 刚才我出门有没有关火呢 你觉得自己会不会多做呢 真的会是 可能你不用关火的 因为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 有时有些事情好像 为什么我会忘记了 好像还没做 好像还没做 或者你忘记了做 这样 那你刚刚讲 就是跟游离机有关的 是不是 跟它养游离机有关的 是 因为很多病 就是因为养化性的伤害 那 譬如说 柏金顺症 柏金顺症就是因为 那些神经细胞就死了 嗯 那为什么会死呢 因为神经细胞里面 制造能量的粒线体就没有了 嗯 那为什么会没有了 因为养游离机 就攻击了粒线体 那养游离机怎么攻击呢 就是说你用一个 用一个山铁锅 那你就刮了刮了很多铁出来 你那些食物里面有山铁的 那些铁就会引起很多养游离机 嗯 所以呢 就慢慢慢慢 那些神经细胞就 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 而且我想不只是生铁 可能有些人说 我用易结架的 我很少用生铁的 有很多东西都会产生养游离机的 比如汽车的肺气啊 或者有时你走过街的那些二手烟 二手烟啊 汽车肺气啊 噴发胶里面那些养游 那我们常常都会有 可能是gel的头 噴一下东西 是啊 或者是点一枝香 嗯 家里拜成有枝 祖宗有枝香的神威有枝香 祖宗有枝香 但是我想问一下 那香芬呢 很多人真的喜欢点香芬的 有电子的 也都有真香的 那譬如说你现在那些真的 花草里面那些香料呢 那些就不是化物 即是化物品 不过是天然的化物品呢 它就会令到你有个 那个味角 臭角度呢 可以刺激去臭角的 嗯 但是如果你是 用一些假的化物品呢 它很多次呢 为了刺激那个味 那个臭角 是 它那些化物品 是一个很汇弱的化物品 是 所以好像在车里面 我们不是一次有讲过的 有时在车里面 怕车臭呢 那些人不是很喜欢 放柠檬香精啊 放那个叫做 Navenda 就是这些 分衣草 是的 那其实很肯定 它不是肩 肩是分衣草 肩不是柠檬汁 那个味道来的 不是真的香精 那这些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 可能都会增加我们的游离基的 可能的 因为呢 我们没有做过研究了 但是这些 所有那些香料呢 就在化学物品上面 属于一种叫做 叫做 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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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的化学物品呢 这类的化学物品呢 是化学性很强的 嗯 就可以引起 是 所以也是 如果你觉得味道很强烈 又不是真的 一些天然的东西 大家都要想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用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家 疫情很严重 有些东西会噴出来 就是蒸昏一间屋的嘛 有些朋友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它是植物 还是有化学成分 多多少少都有 他说你拿开吧 你不要让家常常吸到 这样的味道 是的 我也建议你 一些你不明白的东西 你不要乱用 就是不要乱以为 别人觉得 外面有很多这些产品 是不是 但是你觉得味道很浓烈 反而应该想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天然成分 天然成分 刚才博士说 它会刺激我们的臭角 但是它不会伤害我们的 其他一些什么 神经细胞 是不会伤害神经细胞 不会制造那么多 养油尼基的问题 是不是 博士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讲到记忆 其实如果现在有些朋友 他告诉你 其实我的记性 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 但我也真的记得 我忘记的东西 我知道我忘记了 不是因为他有老人退化的问题 他真的有些东西忘记了 你建议他应该怎么吃苹果 就好像说一天一只苹果 是不是真的觉得OK 或者其实是有事 要看它的严重性 你吃苹果一定会有丁酸盐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是 BDNF 它还可以增加一样 叫做血清素 那些神经的细胞 有些触素 就会分别一些血清素出来 那由神经细胞 去到触素的尖端 是有一条管的 那些血清素 就在细胞中间 就跟着这条管 就送到尖端 触素的尖端 那这个过程 输送的过程 在触素的那条管里面 输送过程 就是这个丁酸盐 可以 BDN可以帮到 嗯 所以 你多些血清素 那人就 是 信心大了 是 那一个人的焦虑 抑鬱 其实是因为不够信心 嗯 你知道有信心 你怎么会有焦虑呢 你觉得我每一步 都是很有信心 是 所以我们所谓的 平常心 就不是很大 哈哈笑 就是 我觉得 没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那因为就是 你的自信心 非常之强 嗯 那自信心强呢 就是跟血清素有关的 嗯 所以 有些抑鬱的药 譬如这个药叫做 Pyrocytin 它就 目的就是要增加这个BDNF 嗯 增加BDNF 增加脑腺身神经营药 是 那就是因为 那个丁酸炎 令到脑子可以做多些BDNF 是 不过我想问一下博士 因为刚才你说的 今集呢 我们涉及了好几个话题 就是说到和苹果有关 原来这种三个真的很好 因为它可以令我们身体产生多些丁酸炎 跟着就做了很多这些BDNF 那刚才你也有解释过了 无论你说在改善记性啦 又增强自信心啦 或者我有一些所谓的 思觉失调 即你觉得都可以做一个辅助 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自己 产生回多些好的因子出来 那其实在什么情况下 你觉得用苹果可以吃苹果解决 有些什么情况 你觉得有时真的不够只靠吃苹果 因为你要吃很多可能要这样 在什么情况你觉得 要可以靠一下外来的天啊 我们有很多维他命的东西 现在这个世界是 你可以譬如说你很想吃维他命C 你就吃一只铲 但如果你的身体真的 极之缺乏维他命C的话 那可能一只铲就不够了 所以你就直接就要吃维他命C 就是维他命C 所以就可以直接吃丁酸炎 苹果国家变成丁酸炎 丁酸炎除了增加BDNF 还可以增加GDNF 不如下个星期我们再说GDNF 好 今晚时间来的都差不多 不过刚才我听完博士说之后 很多人根本连生果都没吃 如果你说最好的生果 暂时来说我看到 苹果一定是首个几位 这个位 一定三名之内 一定三名之内 所以努力点 每一个苹果 虽然你是否医生一定远离我 我不知道 但一定是有好处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谢谢博士 记住